我是她最大的金手指 帮她从落魄千金走上巅峰 她的回报是气死我的母亲 重创我的公司 最后这白眼狼一句道歉 我居然还放下仇恨选择和她在一起 我可去她的吧 从今天起 这冤大头男主我不当了 我正在开会 女友柳如烟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 她静止来到我跟前 抬手就删 那一瞬间时间突然静止 无数信息灌入我的脑海 接收完毕 巴掌镜在眼前 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腕 你发什么疯 她咬牙切齿 满眼恨意 思绪 谁给你的权利卖我的场子 说话的内容给予气 和刚刚信息中一模一样 我没有说话 也没有松手 只冷冷地看着她 静等接下来的剧情 很快 周强气喘吁吁地出现在门口 如烟 我们刚刚是骗你的 没想到你当真了 司总没有要卖场 会议室内一片安静 柳如烟顿时泄了周深的力气 眼珠转了转 迅速道歉 对不起 错怪你了 我没回应 只松开她的手 看向助理 先带柳小姐和周先生 去会客室等我 想了想又叮嘱 不要让任何人进我的办公室 以前 无论我再不在 柳如烟都可以随意进出 以后 她再没有这个特权了 好的 司总 助理的视线扫过柳如烟 立即应道 两人被助理请了出去 我敲敲桌子 继续开会 在原剧情中 这巴掌山上了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挨巴掌 还是众目睽睽之下 我又羞又恼 但在剧情的裹挟下 仍没想过分手 冷战了几天后 就完成了自我批育位 人只有面对最亲近的人时 才敢如此肆无忌惮 说明他没把你当外人 自此以后 柳如烟蹬鼻子上脸 一步步突破我的底线 可真正的思绪 绝对不会允许自己 爱得如此卑微 没有尊严 今天必须做个了断 我走进会客室的时候 柳如烟和周强 正勾肩搭背地说笑着 显然没将刚才发生的事 放在心上 借我进来 两人赶紧分开 像小学生似的端正做好 和柳如烟在一起后 我没少吃周强的醋 他们实在是太亲密了 最近两人在我面前收敛了些 显然 我不在的时候 他们还是老样子 周强是柳如烟 后来招的销售 两人一见如故 很快储成了哥们 柳如烟从来不但 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我 但对周强 一直都是百分百的信任 思绪 对不起啊 刚才是我太冲动了 你别生我的气 柳如烟再次道歉 很乖的样子 分手吧 我单刀直入 他顿时变了脸色 你什么意思 我向后靠在沙发背上 与其平静 自明意思 反正你也没有多喜欢我 不是吗 不过是为了你的工厂委屈 求全罢了 是的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柳如烟同意和我在一起 并不是因为喜欢 一来是得知自己的白月光订婚后的自暴自弃 二来他怕失去我的支持 我话音刚落 一个茶杯迎面飞来 侧身躲过的瞬间 映入眼帘的是柳如烟心思被戳窗后恼羞成目的脸 薄瓷茶杯砸在墙壁上 发出巨大的声响 瓷片飞溅 我的手被划出一道血痕 柳如烟自己好像也被吓到了 争了一下 跑过来 你没事吧 我不是故意的 又是这样 发疯 道歉 然后死不悔改 你还不能和他计较 计较了就是小心眼 我躲开他伸过来的手 冷声道 别碰我 柳如烟的手顿住 慢慢缩回去 人处在那里不动 我决定从服装厂退股 晚点会将股权转让通知书给你 服装厂就我和柳如烟两个股东 他有优先购买权 柳如烟的眼睛一亮 随即又暗淡下来 他吃不下 周强上前 思绪 今天这事因我要起 我给你道歉 你有气冲我来 要打要罚随便 别为难如烟 他现在哪找那么多钱 你就算真想退 也等个一年半彩 我没理他 将手上染了血的纸巾 扔进垃圾桶 你有一个月的时间筹钱 或为自己找新的合作伙伴 我看着柳如烟与气平静 如果做不到 我有权将股份卖给别人 他把服装厂当成命根子 又买不起 能求助的只有那位 他最信任的人了 当年为了不让白月光 看到自己落魄的样子 柳如烟宁肯求我这个陌生人 也没去求他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 眼见着服装厂前景光明 他有底气 这坑我挖下 他一定会跳 柳如烟眼神闪烁 欲言又止 最后丢下一句 你今天在气头上 有什么事改天再说 拉着周强要走 我叫住他 还有 你母亲昨天酒后 砸了一辆豪车 需要赔偿车主两百万 他没敢告诉你 找我帮忙 请你转告他 我爱慕能助 柳如烟刷地转过身 胡说 他已经戒酒了 我赤笑一声 再装就没意思了 你明知道他根本没戒 也知道是我在帮忙善后 他眼神躲闪了下 抿了抿唇 想要说些什么 不给他开口的机会 我朝门口喊了一声 送两位出去 立即有两名保安进来 抓着胳膊将两人推了出去 支付完这两百万 柳如烟的积蓄 应该再一次清零了 处理了手上的伤口 我直接去了楼上 董事长办公室 听说你差点被人扇了耳光 一进门 我妈在翻阅文件的空档问我 您消息真灵通 我在他对面坐下 真好 现在的他活力满满 明艳照人 这次 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他 那您知道我已经分手了吗 我妈的表情一秒钟 从嫌弃切换到狂喜 一向镇定的女强人 此时慌乱地从办公桌后绕过来 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儿子 你终于清醒了 看着他发红的眼眶 我心里酸酸的 爸妈不赞成我和柳如烟在一起 他们知道他以前有多嚣张跋扈 也知道他落魄时 身边没有一个人出手相帮 秦贵还有三个好朋友呢 柳如烟那姑娘 是把自己的路走得有多绝 才落得惊天这种地步 可那时的我怎么会听劝呢 当然是不遗余力地 为女主忙前忙后 即使明知道连带着家人 成为别人的笑料 也义无反顾 柳如烟是富家千金 虽然是私生女 却备受柳妇宠爱 因此养成了任性妄为 自私自利的性子 被他坑过的人无数 两年前身家亿万的柳夫去世 柳如烟和他的小三母亲 除了一间已经停业两年的服装厂 什么也没得到 厂房还是租的 一夜之间跌落尘埃 柳如烟想靠服装厂翻盘 但他没钱没能力 也没朋友帮忙 处处碰壁后 这位落魄千金缠上了我 我欣赏他的不服输 出钱出人出力 将服装厂运转起来 期间他接受了我的表白 一切向好时 周强夺用公款赌博 我报了警 柳如烟追到我妈的病房发疯 逼着我去给周强销案 当时我妈因为被歹徒捅了十几刀 刚刚被抢救回来 这么一闹直接让他再次进了 ICU 当晚就去世了 我心灰意冷和柳如烟分了手 他依然因为周强的事怨恨我 配合外人搅黄了我手上的好几个大项目 之后他和他的白月光沈淮走到了一起 不到一年就被沈淮骗得一无所有 他回头找我 一句道歉几行眼泪我就选择了原谅 我甚至还帮他对付沈淮和柳家的其他人 得知全文剧情的时候 我也想发疯 想问问作者有多恨我 让我为了这样的女人变成叉烧 不供戴天之仇都能原谅 好在现在我可以及时止损 至于柳如烟 他自求多福 从我妈的办公室出来 助理提醒我晚上有个饭局 那是一个月前订好的 我邀请了几位朋友 想聊聊与服装厂合作的事 我到的时候 柳如烟正在包间门口徘徊 见到我 立即迎了过来 他们都已经到了 他笑意盈盈 仿佛白天的事没有发生一样 我避开他要挽我 胳膊的手 却没阻止他和我一起进门 进了包间 柳如烟自然地在我身边坐下 面对朋友们打去的眼神 我笑笑 今天我要宣布两件事情 第一 我和柳如烟已经分手 第二 我决定从服装厂退股 股份转让通知书 已经交到柳小姐手上 空气突然安静下来 落真可问 思绪 我没想到你是这么公私不分的人 柳如烟脸色铁青地指控我 真要讲公私分明的话 你的服装厂就不会在在座各位 考虑合作的范围内 他们是冲我的面子 我自然要将话说清楚 原书中 就是在这几位的支持下 小小的服装厂在三年内 打造出了炙手可热的服装品牌 对我的话柳如烟明显不服 他端起酒杯 即使思绪退出 我也会把服装厂经营好 绝对值得你们合作 在座几位相识要笑 其中一位开口 柳小姐 既然思绪已经和你毫无关系 那么在公在私 我们都没有与你合作的必要 我们看好的 是有思绪在的服装厂 要不是你 也不是服装厂本身 其他人纷纷点头 柳如烟尴尬地站在那里 面色通红 片刻 他看向我 眼里带了恨意 啪的一声将酒杯拍在桌上 转身跑了出去 朋友们朝我举杯 既然如此 今天这顿饭就当庆祝你恢复单身 这倒也不是不可以 饭局结束 回去的路上 我正在后座闭目养神 司机忽然提醒 续总 后面好像有车在跟着咱们 我回头望去 居然是柳如烟 他正在打方向盘 好像要超车 我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 叮嘱司机 小心他别车 话音未落 他的车和我们的并行后 突然猛靠过来 接连几次 司机难以置信 柳小姐这是要做什么 做什么 当然是饭局上没给他脸发疯了 我直接打电话报警 最后他的车猛的一个打横 停在我们前方 司机紧急刹车 我扶住前面的椅背 惊出了一身冷汗 还好这条路上没有其他车辆 否则非出事不可 续总 您没事吧 司机惊魂未定地扭头问我 没事 锁好车门 我已经报警了 等警察来 柳如烟怒气冲冲地下了车 朝我们走过来 他脸色通红 好像喝多了 用力拍打着我这一侧的车门 司续 你给我下来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那一巴掌 我不是没打上吗 要且我已经道歉了 你还想怎么样 至于这么小度鸡肠吗 还说喜欢我 全他妈是假的 假的 见我们这边没动静 他更气了 边骂边用脚踹车门 司机在驾驶座上目不斜视 我则透过车窗上的单向膜 看着外面的疯子 想到自己差点余生 都要和这样的人绑定在一起 真有些心有余悸 幸好 现在的我 可以像陌生人一样看他的表演 不到二十分钟 交警来了 柳如烟有些发懵 显然没想到我会报警 我下了车 一股酒味扑面要来 他真的喝了不少 交警拿出酒精测试仪 让他吹气 测出是醉驾 我将柳如烟 故意别车的情况说了一遍 并提供了行车记录仪 交警也调取了周边的监控录像 柳如烟赖不掉 结果是他被吊销驾驶证 并拘留五天 被带走时 柳如烟好像刚缓过神来 他难以置信地看我 思绪 你竟然报警抓我 我仰手微笑 举报违法行为 是每位公民的义务 一周后 我在酒吧遇到了沈淮 和已经从拘留所出来的柳如烟 事情终于朝我预想的方向发展了 后者正醉醺醺地抱着前者表白 阿怀 我真的真的很喜欢你 真爱果然是不一样的 在书中 柳如烟被沈淮骗得一无所有 来找我求复合时 才说了喜欢 之前无论我如何哄 都是不肯说的 就是那句得来不易的喜欢 让我的心软了下来 要现在的沈淮 则神情淡淡的 没有回应 我带着朋友 从他们身边走过 刚找了位置坐下不久 沈淮居然牵着柳如烟 来到了跟前 司总 好久不见 他礼貌打招呼 我刚要说话 柳如烟整个人贴在沈淮身上 指着我 阿怀就是他想把服装厂占为己有 要且他还逼着我做他的女朋友 你快点买股份买过来好不好 即使带着醉意 他还在污蔑我 说得我宛如恶霸 他将白眼狼真是贯彻到底 虽然已经不在意他 但我心疼自己 就在三个月前 我还曾经为了解决他制造的麻烦 在犯了胃病的情况下 喝了一整瓶白酒 直接进了医院 想再想来 真的真的 不值得 司总 您手上的股份我会接手 方便的时候 咱们办一下手续吧 沈淮神色不变 温文有理 就明天吧 来我公司 我会让秘书确认具体时间 说话间 沈淮探究的眼神 一直落在我的脸上 见我如此爽快答应下来 他脸上的笑意深了些 好 那明天见 我们就不打扰两位了 两人离开后 朋友仔细打量着我 看来你是真放下了 今天之前 我一直以为你在欲擒故纵 试探柳如烟 我没好气 谢谢你啊 真当我是恋爱脑啊 难道不是吗 那会儿我们都以为你被下降头了 说实话 看着你被那样一个人耍得团团转 我真的挺难受的 都开始联系大师帮忙了 思绪 你可千万别吃回头草啊 柳如烟那人真的不值得 他只是在利用你 只有真朋友 才敢冒着日后被被刺的风险提醒 我眼眶发热 放心吧 我以后绝不会再和柳如烟这人 有任何瓜葛 第二天下午 沈淮 柳如烟 周强准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 沈淮一如既往的和和气气 他身后的两位就不一样了 一副趾高气扬 不可一世的样子 那架势 不知道的还以为来收购我家公司的 商谈和签署协议的过程中 柳如烟对我很没冷对 说话都恨不得让别人转述 结束时 他站起身 双手撑在会议桌上俯视我 思绪 我知道你认为服装厂能有今天全是你的功劳 没关系 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着 没有你 我柳如烟只会让服装厂更好 依旧是那个毫无自知之明的他 可笑至极 对 总有一天我们会打败你 周强也料狠话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我没看他们 要是看着沈淮 他站起来伸过手 嘴角带笑 思总 改天一起喝茶 我回窝 一定 接下来就要看他的表演了 再见到柳如烟是在一个酒会上 他趁沈淮和别人寒暄的时候 端着酒杯来到我跟前 思绪 谢谢你当初肯卖出股份 让我有了更好的合作伙伴 不用再担心自己被算计 还有 我和沈淮在一起了 他才是我一直喜欢的人 那天你说对了 我从来没喜欢过你 这种时候 他还试图扎我的心 恭喜你得偿所愿 我淡淡回应 并不被他的话牵动情绪 没得到想要的反应 他脸上的笑容有些挂不住 你的男朋友在找你呢 快过去吧 我指着明显在找人的沈淮 他顿时笑叶如花奔赴过去 就在他刚好回到沈淮身边时 火警报警气响了 柳如烟伸手去拉沈淮 却被一把推开 一直处遍不惊的男人 惊慌的东张西望 大厅里乱作一团 然后众人开始往外跑 几步之外 有个女孩眼看要摔倒在地 我连忙过去扶住他 想带他一起走 谢谢 你先走吧 不用管我 他神色有些痛苦地扶住右腿 我没有废话 转过身拉着他的胳膊 搭在肩膀上 背起人就跑 跑到门口时 听到他喊 哥 我在这儿 好在宴会厅就在一楼 我们很快到了安全的地方 刚放下女孩 沈淮就跑了过来 他朝我道谢 谢谢司总救了我妹妹 我摆摆手 不客气 又问女孩 没受伤吧 我刚才跑得急 顾不上太多 没有 实在太谢谢您了 女孩一脸感激 虽然感觉他的右腿不太对劲 我也没再多说什么 沈淮边帮妹妹将碎发抿到 耳后边轻声问 腿没事吧 没事 女孩摇头 那就好 我打听了一下 是酒店后厨着火 现在已经被控制住了 没有人员伤亡 我们三个都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 柳如烟吃着脚狼狈地走过来 沈淮 你为什么不管我 她红着眼眶问 不是面对我时的嚣张 要是很委屈的样子 对不起 小妹的腿不太方便 我担心她出事 要且我正准备回去找你 沈淮温声道歉 要她的妹妹 再看到柳如烟那一刻 整个人都紧绷了起来 低声打了个招呼 僵硬地站在一旁 垂头不说话 我刚还以为 沈淮的最后一句 不得太假了 谁知就听柳如烟说 好吧 原谅你了 她瞥了眼女孩 又朝我扬扬下巴 绕到沈淮身后 跳到她背上 罚你背我 这都能瞬间原谅 果然是一物降一物 沈淮脸上的厌烦 和冷意一闪耀果 柳如烟趴在她背上 看着身边的女孩 小妹 以后你还是乖乖待在家里吧 这种场合不适合你来 你看一不小心就成了拖累 女孩低声说了句 听到这话的沈淮目光森冷 沉默片刻开口 走吧 我们回家 要柳如烟还在那里 开心地晃着腿接话 回家 真是死到临头 人不自知 三个月后 我收到了柳如烟的西帖 她亲自送来的 全身名牌 戴着墨镜 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已经完完全全是那个父亲去世前的 嚣张大小姐 我要和沈淮结婚了 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说起来你也算是我们的媒人 没有你逼我 我不会找她帮忙 也不会知道她已经解除婚约 我们更不会在一起 哦 对了 不用准备礼金 因为阿怀说了 所有人都不用给礼金 能成全你们 我很荣幸 我一定会出席的 我让助理借过席帖 去我肯定是会去的 不是为了见证幸福 要是为了看热闹 以沈淮火灾那天的反应 婚礼上肯定有事发生 有在第一线吃瓜的机会 我当然不会错过 主要是我也想看看 柳如烟到底做了什么 让沈淮那么恨她 因为这方面的内容 书中只字未提 婚礼当天 宾客满座 柳如烟一脸喜气洋洋 沈淮也难得的笑容满面 仪式有序地进行着 两人正准备交换戒指时 突然一阵暧昧的喘息声响起 大屏幕上一男一女 正在床上缠绵 身上打了马赛克 但看脸一目了然 女的是柳如烟 要男方是周强 柳如烟慌了 抓着沈淮的手解释 那天我喝多了 不 不 是AI换脸 AI换脸 有人陷害我 可周强额头上的伤痕 根本容不得她抵赖 婚礼开始前 我明明听他们聊天时说 是前天不小心滑的 沈淮面无表情地盯着大屏幕 接着画面一转 十七八岁穿着校服的柳如烟 对着缩在窗台上的一个女孩喊 你跳啊 没胆子跳就乖乖下来脱光衣服 让我们拍照 女孩抬起头 赫然是沈淮的妹妹 只见她满面泪痕地哀求着 求求你 放过我吧 柳如烟不耐烦地吩咐身边的人 把她抓下来 有两个男生嬉笑着朝窗边走 女孩看看他们 又看看窗外 一咬牙跳了下去 柳如烟想跑下去 关掉大屏幕 却被沈淮紧紧抓住 她挣扎了一会儿突然好像明白了什么 声嘶力竭地质问 是你对不对 沈淮没有说话 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 原来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 你妹妹的事你明明说不在乎的 好啊 那我就告诉所有人 你妹妹跳楼后右腿被截肢了 你高兴了 柳如烟恼羞成怒当场撒泼 听到截止两字时 我心头一震 难以想象 那个笑起来眉眼弯弯的女孩 当时承受了怎样的痛苦 要且她明显还没完全从被霸凌中走出来 对着柳如烟有条件反射的距异 想到这些 我的后背生出一股良意 原来以前我一直在助纣为虐 爱护并帮助着一个恶魔 这场闹剧以柳如烟晕倒 被送往医院结束 围观全程的我只有一个感觉 喜欢过柳如烟真的是我的暗底 婚礼结束后没几天 朋友来找我八卦 柳如烟被踢出了服装厂 还欠了一大笔债 正在卖车卖房 泽泽 她天天访你和房贼似的 结果被自己最信任的人卖了 不过她活该 省怀真很大 我以为婚礼上那一出已经够狠了 没想到人家还有更绝的 不过你这前女友也只在她手上吃亏 我瞪了她一眼 朋友连忙改口 好 我不提了 你知道吗 这种时候柳如烟女士 还不忘怂恿周强 偷拿岳父母给的买房钱 帮她创业 那傻瓜还真照她说的做了 幸亏女朋友那边反应快 将钱追了回去 虽然出乎我的意料 但和柳如烟 在书里书外表现出来的人设 完全一致 本性如此 周强和她女朋友分手没 我想起书中的剧情问道 当然分了 据说前岳父母还当场抱走了周强一顿 那就好 又一个受害者摆脱了书中的命运 周强本人虽然没房 没车 没学历 作者却给他安排了一个高学历 且家境不错的女朋友 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原书中 周强发达后不是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要是去赌博 赌得倾家荡产 后来还发展到出轨家暴 好不容易离了婚 作者又给安排了个浪子回头剧情 结尾的时候 两人还复合了 作者真的是将所有的宽容和爱 都给了柳如烟周强这两个垃圾 柳如烟到底还是来找我吗 早上我刚出门 她就带着哭腔扑过来 思绪 我闪身躲过 脚步不停 她小跑着跟在我身边 思绪 我现在才明白 你是对我最好的人 是我以前太傻不懂得珍惜 我皱眉 在她眼里 我是个垃圾回收站吗 柳小姐 我已经跟你毫无关系了 不是 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 别闹脾气了好不好 对于她的自作多情 我实在无话可说 急步走到车旁 开门 上车 啰嗦 一气呵成 她追过来试图打开副驾驶的车门 我将车窗打开一条细缝 手指都伸不进来的那种 你还是去找周强吧 我觉得你们两个挺合适的 柳如烟听到这话居然笑了 我就知道你是在吃醋 当时我和她都喝多了 才发生那样的事 你放心 以后不会了 经历了这么多 我才发现自己真的已经喜欢上你了 我被她的笑容和自信恶心到了 一脚油门 留她在原地吃尾气 我以为见识过我的态度后 柳如烟肯定会知难要退 谁知她又拿出求我帮忙的镜头 来往于公司和家门口读我求复合 以前觉得这样的人有毅力 有韧性 这也是我从她身上看到的唯一优点 现在再经历一次 只觉烦躁 这样的纠缠 让我对她更加厌恶 父母和朋友很紧张 思绪 你可千万不能吃回头草了 即便如此 我也没想对柳如烟做什么过分的事 各走各路 是我认为的最好的状态 要且她现在已经一无所有 声名狼藉 我没必要再踩上一脚 脏了自己的鞋子 直到思家侦探给我发来一段视频 烦死了 那个思绪死活不松口 看起来好像铁了心 不肯和我复合 说话的是柳如烟 对面是婚礼后 我就没再见到的周强 两人正把酒言欢 这样下去不行 什么时候 咱们才能拿到创业资金 东山再起啊 要不你再卖卖惨 我听说前任一哭 现任必输 还要怎么卖啊 故意选在下雨天 在她门口站一宿 然后并倒进医院 也不是不行 先苦后甜 反正复合后 你以后都是好日子 不管是开公司 还是办公厂 只要你说句话 思绪还不都给你安排的 妥妥当当 万一她不吃这套呢 那咱们就 周强的表情凝狠起来 绑架她 敲一笔去国外 想干嘛干嘛 柳如烟想了想 笑着和她碰杯 就这么说定了 绑架她没意思 要绑架她的家人 然后让她一辈子 找不到尸体 永远抱着希望 又永远失望 两个畜生笑着 将酒一饮要尽 然后调笑着 拥吻到一起 视频结束 正是雨季大雨 说来就来 距离看到那段视频 刚好一周 晚上 我刚处理完工作上的事 从书房出来 柳如烟打来电话 思绪 我在你家门口 你出来见见我好不好 你不出来 我就不走 随着她发抖的声音 一起传进耳朵的 还有瓢泼大雨的声音 我直接挂断电话 走到窗边 只见柳如烟 站在雨中涩缩着 整个人早已淋成了洛汤鸡 我给秘书发了条信息 告诉她明天上午的会议 推到下午 然后湿湿然去洗漱 一夜好梦 睡到自然醒 雨还没停 柳如烟没在原地 我慢悠悠地收拾 又吃过早餐才出门 门开的瞬间 全身湿透的柳如烟 倒进我怀里 思绪 我好难受 我打横抱起她的那一刻 她的嘴角扬起得逞的笑意 又很快压了下去 到了医院检查 她果然发烧了 需要输液 柳如烟拉住我抬眼祈求 你陪我好不好 我怕 我犹豫下 点点头 她虚弱地笑 谢谢你 说完夜 我送她回家 那里是城中村 破败杂乱 柳如烟让我在一条巷子口停下 我以后能经常给你发信息吗 下车前 她小心翼翼地问 可以 她眼睛一亮 继续问 那能约你一起吃饭吗 回去好好休息 这次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柳如烟眼神黯淡下来 就在她下车关车门的那一瞬 我开口 给我一点时间 她惊喜地答应着 好 朝我挥挥手 向巷子里走去 我坐在车上看着 知道她的身影消失 柳如烟 咱们的游戏开始了 从那天起 柳如烟经常给我发信息 有时候告诉我 她的身体状况 有时候发来一朵花 一棵树 一片云 零零总总的小日常 岁月静好的样子 让你难以想象 这样的人竟能想出那么恶毒的计划 我一开始很少回 慢慢地回复平凡了些 那天她拍了张自拍照 问我她身上的裙子好不好看 缺条项链 她很快回复 这个真没有 附带一个搞怪的表情包 X珠宝来了新货 我后天下午开完会有时间要不要去看看 这是我这段时间第一次约她 她顾不得矜持 好啊 当天下午快到约定的时间 她发来已经到店门口的照片 我电话拨过去 临时有点事情 大概一个小时后才能到 你先选自己喜欢的 不用客气 我买单 电话那头她的声音满是开心 不知道是为了珠宝 还是为了我这条鱼终于又上钩 不管她怎么想 我在办公室静候时间 四十分钟后我接到了电话 柳如烟在医院生命垂危 我赶到的时候 周强和柳如烟的妈妈都在 他们哭成了泪人 我站在一旁盯着手术室的门 原书中在珠宝店遇袭的是我的妈妈 那个时间点店里只有她一位顾客 歹徒进来举刀砍人的时候 售货员都躲到了相连的储藏室 将我妈一个人关在了门外 无论她怎么哀求都没人帮她 是外面的路人报的警 警察赶到时 我妈已经奄奄一息 被送进这家医院 抢救了回来 没想到她最终死在了柳如烟手上 现在我妈在国外度假 柳如烟替她承受这一切 手术室门打开的时候 医生摘下口罩 对不起 我们尽力了 柳如烟蒙着白色床单被推了出来 周强和刘母哭嚎着扑上去 我心中五味杂陈 没想让她死 但也不后悔 毕竟只要她活着 我的家人就随时可能遇害 我听护士说柳如烟是熊猫血 要这类血型 医院血库储备不足 尤其这种突发状况 更是来不及 挺好的 冥冥中老天自有安排 柳如烟的葬礼我参加了 周强见到我 挥手就是一拳 你为什么要约她去那个店 我直接将她踹翻在地 打架 我可不怕她 毕竟我是被特训过的 她明显不服 爬起来还要动手 被柳如烟的妈妈拽走了 葬礼上没有几个人 很冷清 我意外地看到了沈淮兄妹 不过想想也在情理之中 我们没等葬礼结束就离开了 并一起喝了下午茶 聊得还算愉快 心照不宣的只字未提柳如烟 至于周强 自从被踢出服装厂后 一直没有正经工作 我在和柳如烟关系缓和时 帮她安排了一家 高级健身房的销售工作 不出我所料 没几天 她就和一名女客户勾搭到了一起 我只让私家侦探收集好证据 等柳如烟的葬礼一结束 便让她发给了女客户的老公 最后周强被打残 智力也受到了损伤 成了傻子 她的家人面对金钱的诱惑 选择了和解 直到这时 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爸妈的旅行也结束了 我到机场去接她们 没想到一起的还有一个年轻女孩 儿子 还认识她是谁吗 我妈问我 女孩也没眼带笑地等着我的答案 当然认识 说起来我们也算是青梅竹马 不过十年前 她出国读书 又留在国外工作 我们渐渐地就失去了联系 赫然 好久不见 我伸出手 她握住 思绪 好久不见 我回国工作了 以后请多关照 晚上 我们一起吃的饭 难得的我和这位小青梅 还是很有共同语言 回到家 我妈告诉我 赫然是单身哦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笑着回到 顺其自然吧 看着手机上赫然发来的约饭信息 我心中隐隐有些期待 书中的人和事已经远去 我终于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 全文完